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追你爸 追你妈 追你闺蜜 追你同志 这不是单挑 这是团战啊 那你也不能追一半不追了呀 一半 我怎么知道在你这追到哪算追一半啊 你脑门上有进步调吗 你没有回应 我只能像这无头仓一样 去不断不断不断地去输出 可我也会累啊 你有见过早曾经看到晚上的吗 没有吧 我没想到现在怎么又来了 可是直到分开之后我才发现 我的生活里都是你的影子呀 我们在一起过吗 那你以前怎么没有钱呢 你吃好吃的时候会想着我吗 你去旅游的时候会想着带着我去去吗 江温了你会想着我早就早上了 下雨了你会关心我代为代材吗 你不会 说白了你看他好吃的想让我 想起来要带你去持局结账 要旅游了你想让我去给你买票做计划 江温了你想让我给你送衣服 下雨了你想让我给你送伞 并不是我放弃了你 而是你现在已经习惯了有我的生活 你只会在需要我的时候才会想起我 不然你重新培养一个合格顺着的备胎 哪有那么快 哇 这段感情里我做了我该做的 付出了我该付出的 我没有任何亏欠也没有任何遗憾 我坚持了三年 等了你三年 陪了你三年 我早已用尽了我全部的热情 而一句话也早已将我小孩 那你都坚持三年了 为什么不再坚持坚持呢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有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公主 公主说你只要每天在我家楼下等 等我一百天我对家人 于是男孩每天都坚持在楼下等 可等到第九十九天的时候 突然就知道我爱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男孩要用九十九天的时间去证明爱 而要用最后一天去证明尊严